这个就是我们的午餐 这个是昨天 结果前我们是在那个东北火锅炖 然后打包带回来的 已经热好了 然后今天和我姐姐来我这里吃饭 看一下是什么 这个是她做的窝窝头 窝窝头 搬那个东北火锅炖 剩菜 我帮你打的这个菜过来吧 我的话今天煮个面算了 煮个面吃得快一点 和华姐是北方人 她这个窝窝头呀 就是得来 这个窝窝头馒头 这是昨天的玉米饼子好不好 对啊 这是昨天剩下的 这东西我就是不来呀 所以现在我就 煮一点这个面食吧 随便煮的面吧 随便吃一下 这个菜就是昨天的东北火锅炖剩菜 然后剩的窝窝头 这个和我姐姐吃的 这个叫玉米饼 这个叫饼子不叫窝窝头好不好 好不好 我的那个菜叫窝窝头 这叫玉米饼子 我之前做了个面也是不习惯 现在的话呢 还能习惯一点点 因为我是是米饭长大的 我吃面是长大的 为什么我一直吃了三年米饭呢 不知道 为什么我吃的喜欢呢 每个人不一样吧 和我姐姐 有个习惯 边吃 边看手机 是不是 现在我的坏食饭 我就不看手机了 你看你看 怎么样 这个剩的这个东北火锅炖好不好吃 比我们那一次吃的好吃多了 我们那一次吃的那个一点都不好吃 那这是什么 它不是这个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吧 上一次什么时候吃过呢 不记得了 上一次跟煎锤吃到一次一点都不好吃 哦 煎锤行的是吧 我都忘记了 我请的嘛 哦 你以前的 我完全忘记了 这都不好吃呢 哦 哦 这个好吃是吧 那一次花了差不多200块钱一点都不好吃 这个好像才100多块钱 这个 对啊 才100多 比那个200的还要好吃啊 所以说上次你吃亏了 这个面煮好了 这个就是我的午餐了 这么一点点这个面煮少了 有那一点够吃的吗 算了 就是这么多吧 我这里还有菜吗 是不是 就是 这菜就是难看了一点 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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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